看来这些热心网友还是很有素质的 也很理智 最终在当地政府和民警的调节下 琪琪的父母终于同意将琪琪送往医院 时隔多年 张胜再次看见曾经的同学昔日的笑话 看到眼前的情景 他眼泪都快下来了 狭小昏暗的空间垃圾遍地 曾经如花似玉的女孩 如今十字恍惚 十字毕即 五年了 她就在这样的环境里 消耗着美丽的青春 忍受着非人般的待遇 那这到底是怎么了呢 谢谢大家